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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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我今天試著那個聲音 用小一點的聲音 因為喉嚨還有點問題 所以呢 今天你們有機會看到比較溫柔的我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 如何得更豐盛的生命 那為什麼這個得這個字 要把它特別的標出來呢 那今天是母親節 那讓我用母親的特權來囉嗦一下 在我們教會聽講到的話 我們非常邀請各位弟兄姊妹 很專心的在一個小時的時候 一個小時之內的講道時間 都全程坐在裡面 因為我們教會的講道的特點就是 你可能很難跳來跳去的 如果你出去一下 或是接個手機看個手機的 可能就會連不起來 所以呢 為什麼 如何得更豐盛的生命 得這個字要把它圈起來呢 可能你得聽完全部的講道 那或許就可以慢慢的明白 好 我們要開始今天的講道 各位弟兄姊妹早安 早安 就好像剛剛所說的 今天就是一年一度的母親節 當然祝福所有的母親呢 家姐愉快 身心健壯 但是我想對母親呢 更想要的是 永遠的青春美麗 對嗎 對 好 上帝聽見了 你會做到的 其實呢 母親這個角色當然是 上帝所安排 所賞賜的 而上帝透過母親的身份跟角色 完成了神起初對人的祝福 那就是生養眾多片滿全地 我們片滿全地 那我們其實很清楚呢 神的選民猶太人 猶太這個民族 他們非常非常地看重 他們的家庭教育 那特別是 他們很重視母親這個角色 因為他們說 他們相信 耶和華神看顧每一個孩子 所以 所以給每一個孩子一個母親 來陪伴跟教養他們 好成為敬虔的後衣 所以當然母親這個角色是很重要的 那的確 看重新生命新的一代 其實是一個普世共同的價值觀嘛 因為我們都期待 未來會更好 然後我們都期待我們的下一代 會比我們更棒 對嗎 所以我們花很多的時間 心力希望能夠培育出 清出於藍 而更勝於藍的 勝過我們的下一代 那不過這件事情 這個觀念 自從新冠疫情以來呢 好像受到了衝擊 因為我們突然感覺到 生命是很脆弱 而且很不確定 我們非常努力的 不一定會有結果 我們很害怕的事情 也不一定不會發生 那我有一個外國朋友呢 疫情開始的時候 他就很緊張 就跟我們一樣很緊張 他很害怕 非常害怕得病 所以呢 他雖然是一個外國人 但是他每天每次出去 他每次都戴兩個口罩 然後戴到呢 他太太說 口罩拿下來的時候 那臉上都有一個那個 口罩的印子 然後小心翼翼地做好 所有的消毒 所有的事情 所有能夠做的 他都做了 結果呢 他是他們家第一個染疫的 確診的人 所以 其實 新冠告訴我們 我們害怕的事情 它不一定不會發生 那所以 所以未來 要怎麼繼續過下去呢 那我們應該更努力 還是就乾脆放輕鬆 不要太緊張 得過且過 因為明天可能就確診啦 確診也可能重症 失去生命 對吧 沒有一個人敢擔保 所以疫情過了三年以後呢 現在最熱門的話題就是 後疫情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 那不管你在哪裡都可以聽到 很多人很熱烈地在分析討論 但是呢 還沒有人能夠很肯定的 很準確地告訴我們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變數實在太多了 不過 有一個現象 至少有一個現象已經出現 就是呢 全世界各地有很多人 他們已經決定 不要再好好工作 不要那麼拼命 要好好的享受當下 反正呢 有政府的什麼 就基金嘛 還有呢 不然就可以回家找父母 依靠 再不然真的缺錢的時候 就打個零工 比如送送外賣啊 所以現在最夯的行業就是 送送外賣 只要活得下去 何必那麼認真工作呢 所以也因此 我想大家都知道 全球各行各業都缺人工嘛 缺那個缺人手 連最簡單的工作都找不到 願意為生的人 那我們去年出國的時候呢 到國外一個連鎖餐廳去吃飯 那這個人會選這個連鎖餐廳 就是因為他呢 每次去的時候 他總是非常穩定的品質 穩定的服務 然後你也不用擔心任何事情 所以你進去吃飯就很放鬆的去 可是上次我們去的時候呢 哇 亂七八糟的 所有的流程都亂了 結果我點了一個餐呢 那個餐有一個 我點了一個飲料 那這個固定的餐 然後點一個飲料 這不是最簡單的事情嗎 可是我那一杯飲料 那個服務生送了三次 才送對 才送對那個飲料 你會覺得這個是匪夷所思 但是現在這個呢 就是一個還蠻正常的現象 所以其實我們 對生命的看法都改變了 所以也會帶來對生活模式的不同 大部分的人呢 表面上看起來已經很接受改變 可是其實對於未來 我們還是很不安的 很不安的 特別是一些企業主跟老闆呢 更是很焦慮 很傻眼 不知道怎麼辦還好 那麼這個現象 在母親節的今天呢 我們有沒有機會再來思想一下 那上帝既然透過了母親 賜給我們寶貴的生命 上帝應該有她美好的旨意 對嗎 而且我們都相信或者這麼說 她是一個全知全能的神 那難道她不知道有疫情嗎 她一定知道了 而且是她允許的 那說不定還是她故意的 那麼如果是這樣 神的旨意是什麼呢 她的安排跟帶領又是什麼呢 在現在這樣很動盪的年代 我們基督徒 我們需要更明白神的帶領 神對我們這個人 尤其在這樣的一個時代 時期裡面有沒有什麼新意 有沒有什麼新意 所以今天透過馬太福音第十九章 我們想要來看三件事情 那首先請我們先來念 馬太福音十九章的這段經文 從十六節到二十二節 總共只有六節 那請大家同聲來念好不好 大家一起念 請 有一個人來見耶穌說 夫子我該做什麼善事才能得永生 耶穌對他說 你為什麼以善事問我呢 只有一位是善的 你若要進入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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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說就是不可殺人 不可奸引 不可偷告 不可作假見證 當孝敬父母 又當愛人如己 那少年人說 這一次我都遵守了 還缺少什麼呢 耶穌說 你若願意做完全人 可去變賣你所有的 分給窮人 就必有財寶在天上 你還要來跟從我 那少年人聽見這話 就悠悠醜醜地走 因為他的產業很多 看起來你們不太適合 比較溫柔的我 所以聖經都念得哩哩啦啦 其實要鼓勵大家好好的宣讀聖經 其實這段聖經還蠻短的 蠻短的 但是它是一段蠻特別的經文 我說它蠻特別是因為 我們知道當時耶穌在世的時候 大部分來到耶穌面前的人 都是生病的嘛 被鬼附的嘛 所以他們有求於耶穌 他們希望耶穌醫治他們身上的疾病 他們祈求耶穌趕出他們身上的鬼 所以他們是一群 絕大部分來到耶穌面前的人 是一群非常軟弱卑微 也就是聖經上所說的 好像沒有牧人的羊 困苦流離那樣的人 所以我們看著聖經 我們會不會覺得說 像我們這樣剛強有能力的人 就不需要耶穌了呢 不需要來到耶穌的面前了呢 所以今天這段經文就不一樣 它是記載了一個年輕有為的少年財主嘛 那他就來到耶穌面前 他又沒有生病 是吧 他也沒有被鬼附 他不是要求醫治的 那他要的是什麼呢 他要什麼事情 他有所求於耶穌的是什麼呢 所以從剛剛讀的這段經文 我們來看第一 第一 善與完全有何不同 在這段經文裡面 我們第一要來看的是 善跟完全它們一樣嗎 有沒有不一樣 所以請大家再來念其中的三節經節 十六 十七 二十一 還是請大家同聲來念情 有一個人來見耶穌說 夫子我該做什麼善事才能得永生呢 耶穌對他說 你為什麼以善事問我呢 只有一位是善 你若要進入永生 就當遵守戒定 耶穌說 你若願意做完全人 可去變賣你所有的 分給同人 就已有才好在天上 你還要來跟從我 所以在這裡很清楚嘛 這個少年人問耶穌說 我該做什麼善事 才可以得到永生 那耶穌就回答說 為什麼問我關於善的事呢 只有一個是善的 後來耶穌又跟他說 你若願意做完全人 可去變賣你所有的 分給窮人 所以在這裡 主耶穌提到了兩個觀念 就是善與完全 看起來耶穌認為善跟完全是兩件事 是兩個不同的觀念 你覺得呢 我想或許我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我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那麼今天就來想一下 他們真的不同嗎 如果不同他們有沒有其他的關係 還有主耶穌到底是什麼意思 因為主耶穌不會隨便亂講話對不對 而且屬耶穌不會講錯話是不是 那所以我們需要區別這兩個觀念嗎 作為耶穌基督的門徒 我們當然應該要知道耶穌的意思 也要去把它弄清楚 好讓我們謹守 而且遵行 其實聖經當中講到的善 善 耶穌說你為什麼問我善 善 聖經當中的善是上帝的本質 神性之一 神性之一 而且這個上帝的善 比起上帝其他的神性 恩典 憐 公義 慈愛 永不改變 信實等等等等 善這個神性是神像受造物 受造物 我們不要管別人啦 我們很自我的就是說我啦 像我們人所顯明的第一個屬性 善是神像受造物 讓我們知道他 像我們顯明的第一個屬性 也就是說 我們所知道的第一個神性是善 是善 因為在起初神創造天地的時候 神造了光 神看光是好的 神造了海 神看海是好的 神看地是好的 神看祂所造的日月星辰 看祂一切所造的都是好的 好的 那這個就是 這個好就是神的善 神所創造了好的東西 顯明祂就是善 祂所做的事情就是善 這個偉大的神性 當然是一個絕對的善 所以說 所以聖經說 因祂本為善 聖經還說 各樣美善的恩賜 各樣全輩的賞賜 都是從神那裡來的 所以 除了神以外 沒有善 沒有善 聖經當中所謂的惡 不是善的相反 因為我們的信仰不是善惡對立 善惡的惡元論 既然聖經當中的神是全善 是至善 所以聖經當中的惡 就是遠離善 離開善 缺乏善 善的不足 沒有達到神善的標準 就是惡 所以我們說 世人都犯了罪 虧缺了神的榮耀 神的善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耶穌說 只有一個是善的 那就是神自己 接下來 耶穌又向少年的財主說 如果你願意做完全人 那就耶穌講到完全 完全人這個概念 這又是什麼意思呢 耶穌為什麼要要求 這個少年人做完全人呢 人可以完全嗎 人能做到完全嗎 既然我們剛剛在講 前面講說善屬於神 那完全有可能屬於人嗎 我看到大家都在搖頭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耶穌的意思到底是什麼 我們來一起讀 創世紀第十七章 一到二節 我還是麻煩大家來同聲念這兩節經文 請 亞伯蘭 亞伯蘭就是亞伯拉罕 這段經文是亞伯拉罕99歲的時候 上帝就呼召他嘛 呼召他在上帝面前做一個完全人 那這個經文是說 亞伯拉罕如果願意做完全人 神就要跟他立約 約的內容就是上帝要給他 許多的後衣的應許 其實這個時候 就是亞伯拉罕99歲的時候 他已經跟隨上帝24年了 從75歲到99歲 他經歷了不少事情 亞伯拉罕經歷了不少事情 絕大多數的時候 他是一個順服神的人 絕大多數的時候 他對神的信心也一直在成長 一直在成長 其實他只有做一件 比較嚴重不對的事情 就是他自作主張的 生了一個兒子叫做 以時瑪利 以時瑪利 那這件事情不是小事 那這個以時瑪利 不是後來上帝要給他的以撒 不是 所以那一次呢 生以時瑪利這件事情 他沒有 他沒有遵照神的旨意而行 所以神在他99歲的時候 向他 再一次的向他顯現 要給亞伯拉罕一個機會 呼召他做一個完全人 完全人 亞伯拉罕回應這個呼召 在99歲的時候 立約 這個是我們知道的 然後在100歲生下以撒 就生下了以撒 終於生下了所謂的應許之子 神所應許的兒子 那是不是 亞伯拉罕生下了以撒之後 就已經做到了 這段經文所說的完全了呢 不是 不是的 不是的 因為完全不是 不是指幸福美滿 沒有缺乏 這樣子的生下以撒 不是神所要的 神所要的是 神所要的 神所要求的 神所呼召亞伯拉罕的完全 是在以撒長大之後 神要他把 獨生的兒子以撒獻上 亞伯拉罕就順服 上帝的命令 獻上以撒 那亞伯拉罕獻以撒這件事情 就是 上帝對亞伯拉罕最後的考驗 考驗什麼呢 考驗亞伯拉罕 是不是真心的要 成為一個完全的人 是不是願意做到一個 完全順服的人 那麼亞伯拉罕到底有沒有通過這個考驗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創世紀22章的 16到18節 亞伯拉罕真正成為一個 完全順服的人了嗎 我們也一起來念 這三節經節 請 有個話說 你既行了這事 不留下你的兒子 就是你無生的兒子 我便指著自己其事說 論福我必自大福給你 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做起來 如果天上的心 海邊的沙 海邊的沙 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 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厚一得福 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 OK 亞伯拉罕獻上以沙 做了這件事情以後 就在神面前成了完全人 完全人就是一個完全順服的人 完全順服的人 使亞伯拉罕的後裔漸漸的躲起來 多如海邊的沙 因此聖經當中所謂的完全人 是指對著神完全順服的人 也就是一心一意敬畏神 並且把自己所有的一切 自己最看重的 亞伯拉罕最愛的獨生子 甚至是他自己獻給神 這樣的人才是神所說的完全的人 完全的人 那麼聖經上也用完全的人 來形容其他的兩個人 我們來看看聖經上怎麼形容 挪亞 創世紀的第六章第九節 我們來念請 記在下面 挪亞是個藝人 在當時的世代是個完全人 挪亞與神同行 挪亞獻上自己所有的 從五百歲 從挪亞的五百歲 到他的六百歲 他用一百年的時間 他所有的一切來建造方舟 與神同行 完全的順服 對嗎 這個故事大家都很熟吧 所以挪亞被稱為是 當時的完全人 當代的完全人 當代的完全順服神而行的人 那麼約伯也是一樣 我們也來念約伯記的一章八節 你曾用心觀看我的仆人 約伯沒有 地上再也沒人 向他完全正直 上帝說約伯是完全的正直 那我們也知道 約伯當他失去了所有的兒女 一切的財物的時候 他仍然說得出賞賜的是耶和華 收取的事也是耶和華 完全的順服接受他所遭遇的一切 這就是一個完全人 那麼從這些見證 就是亞伯拉罕 挪亞 約伯 可見作為神的兒女 立志在神面前做一個完全人 完全順服的人 是我們努力追求生命成長的最高目標 但是良善 善 善 耶穌說良善的只有一個 沒有一個人可以 除了神以外 沒有其他的人可以被稱為良善 我們無法追求在神面前 成為一個像神一樣的良善的好人 或者是我們無法做出像神一樣的良善的好事 所以請注意 請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是這樣 我們其實在教會中 我們真的不必追求成為別人眼中的好人 善人 善人 我們更不需要更不必去評斷 教會中誰是好人 誰是善人 因為沒有人 對嗎 這是耶穌說的 沒有人 沒有人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讓這個少年人來到耶穌面前 請教耶穌說 我要做什麼善事 才可以得永生的時候呢 耶穌說不能 因為永生不是用做善事可以患得的 因為我們永遠做不到 我們永遠做不到 因為我們是本質上的虧缺了善 不是我們要不要 願不願意想不想的問題 可是在同時耶穌卻進一步的 就對這個年輕人做出一個呼召 耶穌要他把他最寶貴的錢財獻給神 分配給窮人 不留給自己 然後耶穌最後那句話最狠 然後你要來跟從我 如果這個少年人也這樣做了 他就完全了 達到完完全全順服的地步 其實少年才主他的問題 也是我們今天教會裡面 弟兄姊妹 特別是如果你是認真的 你是很認真的弟兄姊妹 你要小心啊 這是我們的迷思 因為我也是屬於很認真的那一群 這個是我們的迷思 我們的迷思就是我們信主以後 我們總是很想成為一個好的基督徒 對嗎 成為一個良善的人 我們以為努力追求做得越多 神越喜悅 然後能夠得到天國更高的獎賞 至少在教會中的地位要節節高深啊 本來我是弟兄姊妹 我努力了服飾做得很好 然後我會被選做小組長 小組長又做得更好以後 我可能可以變成職士 等到我職士做了一段時間了 我有機會被領選成為教會的長老 我們是不是這樣想的 我們很認真追求的人 我們會不會有這種想法 我記得我年輕的時候有輔導 或帶領一對的年輕夫婦 那這對年輕的夫婦真的是非常的可愛 熱心單純可愛又服侍神 那這個先生當然就信主之後 就努力地追求 那通常那個先生努力地追求 能不能追求得好還要看太太的 太太要不要配合 要不要鼓勵要不要支持 那這個姐妹也很好 我們這個姐妹呢 熱情活潑 帶人和癌可親 是典型的標準的 應該是超標的 可以做師母的料子 那他們服飾之後 因為做得很好 就真的就做了小組長 做了小組長之後 他們也精心竭力地帶領小組 小組的人越來越多 終於就在教會變成了職士 那他們還是滿腔的熱血 一直想服侍服侍 那因為我們是他們的輔導嘛 所以這個姐妹呢 有一天就來跟我說 欸 紅姐 那個下一屆那個教會要選那個長老的時候 應該輪到我先生了吧 而且我跟你說喔 我先生正好也姓吳耶 我們教會就有一個新的年輕的吳長老了 這個姐妹真的是很可愛 但是她的想法就是我剛剛講的 她覺得我就是要靠我努力 我要做很多很多的好事 討神的喜悅 榮神一人 但是親愛的弟兄姐妹 今天耶穌說了 良善只屬於神嘛 良善的只有一位 而且當我們有追求的心智的時候 耶穌會回應我們 但是他會呼召我們做一個完全人 呼召我們來做一個完全人 但不是做得更多 而是捨得更多 而是為主放下更多 甚至放下自己 也就是說這段聖經耶穌在告訴我們 生命的成長跟完全 不是靠自己做得更好 而是靠著主 為著主放下更多 這是不是有點難 這應該是非常困難 非常困難 這個概念和這個世界 教導我們的不一樣 甚至在教會裡面很多年了 甚至在教會裡面 我們都不一定是這樣想 或者我們並不明白這個道理 對嗎 但是主的話既然這樣說了 我們是不是從現在開始 改變我們有不同的思考方向 思考的方向是什麼呢 我們應該思考的方向是什麼呢 我們永遠不能成為一個 像神一樣的善的人 但是我們可以回應主的呼召 成為一個完全的人 完全順服的人 這是第一 善跟完全是不一樣的 那在這段經文裡面 第二 第二 好還要更好 是耶穌對我們的期待嗎 好還要更好 是不是耶穌期待於我們的呢 我們來念十八節到二十一節 十八節到二十一節 請 他說什麼建議 耶穌說就是不可殺人 不可建議 不可偷盜 不可做假見證 當孝敬父母 又當愛人孤寂 那少年人說 這一切我都遵守了 還缺少什麼呢 耶穌說 你若願意做完全人 可去填滿你所有的 分給求人 就必有財寶在天上 你還要來跟從我 好 今天呢 我要講到這篇講到比較難一點 所以呢 可能 請大家腦筋要動快一點 然後集中精神一點 好還要更好 我們要來講這個概念 好還要更好 是不是耶穌對我們的期待 或者要求呢 這個少年人來到耶穌面前 問耶穌說 他應該做什麼善事 才可以得到永生 其實我們還蠻了解耶穌的 耶穌通常對人都是和安可親 對不對 柔和謙卑 我記得有一次 有一個長大麻瘋的人 來到耶穌面前 求他說 主若肯必能叫我捷徑了 然後耶穌立刻說什麼 我肯 然後還伸手摸他 那所以其實耶穌就是一個很好的人 很Nice的人 很溫暖的人 可是在這段經文裡面 耶穌面對這個少年財主 我覺得他的回答很不客氣耶 是嗎 耶穌其實是很不客氣的 這個財主來請教說 我要怎麼做才可以 意思就是說更好 耶穌就說直接告訴他 善事跟永生是兩件事情 你問錯問題了 而且沒有直接的關係 善是神的 你不要心心念念的想塑造自己 成為一個好人的形象 耶穌又告訴他 你要得永生嗎 你去遵守誡命囉 那麼接下來他們就有了一段對話 就是我們剛剛念的這一段對話 其實從這個對話當中 我們來了解一下 這個少年人的背景 老實說呢 我越看這個少年人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棒的年輕人耶 對不對 的確是一個什麼 可造制裁對不對 如果他在我們教會 馬上怎麼樣 有人說馬上做長老了 怎麼說呢 他的背景是什麼呢 第一 我想他是一個很年輕的以色列人 年輕的以色列人 從他的問題當中 我們可以很合理的去推論出來 這個以色列人 他應該是好幾代的 近前家族出生的 他們家族應該是世世代代都在遵守著摩西的律法 那麼他自己本人呢 從小就上主日學 對吧 從小就上主日學 所以他非常熟悉上帝的律法 所以第一個 我們知道這個年輕人 他的先天 他的出生 他的背景是非常好的 以信仰來講 協同純正的以色列人 上帝的選民 遵守著摩西的律法 過著舊約的規定的生活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這個年輕人他是一個 道德沒有瑕疵 品格非常高尚的人 是不是 從我們剛剛念的這段聖經 因為耶穌告訴他說 律法是不可殺人 不可監營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見證 要孝敬父母又當愛人如己 其實耶穌所講的這些律法是什麼 是摩西十戒的後六戒 是摩西十戒的後六戒 那麼這後六戒是神要求以色列人在 各式各樣的人際關係 各式各樣的人際關係上面 必須遵守的法則跟命令 從父母到鄰居 對嗎 從父母到鄰居 那這個少年人說 我都遵守了 有些聖經說 他是回答我 從小都遵守了 這厲害厲害 真的很厲害 而且他 所以他是一個不是只有聽到 而且是會行道的人 這真的很困難耶 在這個六戒裡面 可能不可殺人 比較容易做到 對嗎 但是呢 愛人如己 不要貪戀 嫉妒別人擁有的牛羊 蒲杯 牲畜 妻子 房屋什麼 我這太難了吧 不要貪戀 不要嫉妒別人所擁有的一切 這太困難 何等困難 誰做得到呢 我想大家 常常看新聞都知道 最近有一個 鬧得沸沸揚揚的新聞 就是真假名牌包嘛 有嗎 不要假裝沒看到啦 女人 一個女人 為什麼會熱愛名牌包 要買很多名牌包的真正原因之一 難道不是貪戀跟嫉妒嗎 我想我作為一個女人來講這個 這樣講是很公正公平的啦 所以人要做到不要貪心 不要貪戀 不要嫉妒 是困難的 是很難的 但是 這個少年的財主他做到了耶 而且他在回答的時候 是毫不猶豫的 毫不猶豫的 可見呢 他是一個從小就謹慎自首 節制小心的人 他沒有生活在一個 他所生活的世界的時代 是羅馬帝國的時代 他並沒有 他沒有效法當時羅馬人的暴力文化 暴力文化就是 強領弱重暴寡 他沒有這樣做 他也沒有追隨當時的 希臘式的生活 看歌劇 上夜店 聊哲學 像一般年輕人那樣 放蕩地生活著 他沒有 他反而緊守著很古老的 退流行了的 律法誡命在神面前 所以這樣的一個年輕人 真的我必須說 他非常的難能可貴 那我也相信 他一定覺得自己很不錯 對嗎 他一定覺得自己很不錯 然後他不但覺得自己很不錯 他還要想 他更好 我想最關鍵的事情是 他想更好 然後他覺得他做得到 他覺得他自己可以更好 所以他有這種底氣 敢來問耶穌答案 對不對 這個少年人一定覺得 我很不錯啊 然後我想更好 然後我可以做得到更好 這就是他的底氣 所以他就直接來到耶穌面前 是的 他認為永生可以靠善事得到 而且他做得到 他做得到 畢竟他放眼看去 他比大多數的人好得多了嘛 對不對 他會覺得說 得永生捨我其誰啊 所以他直接的來到耶穌面前 非常的有勇氣 非常的看得起他自己 但是他的確就是一個 品格道德都沒有瑕疵完美的人 好 第三 從這段經文裡面 我們最後知道 他是一個非常有什麼 錢的人 叫做少年財主 有些聖經 聖經記載他是一個官 他是一個官 我不知道怎麼可以有人這麼完美 這麼年輕 又有錢又有權 然後又有道德 很難想像 但是馬太福音就告訴我們 他是一個非常有錢的人 少年的財主 聖經上的確沒有說 他到底有多少錢 沒有說 但是這些錢多到 他會捨不得 而且這個捨不得會讓他 憂憂愁愁 憂憂愁就是很憂愁嘛 對嗎 憂憂愁就是不是普通憂愁 就是很憂愁 對啊 從耶穌面前離開了 他的憂愁是很難形容的 從耶穌面前離開了 因為你知道 見到耶穌 碰到耶穌 還要憂愁的離開 這很匪夷所思耶 通常來到耶穌面前的人都怎麼樣 站著跳著 什麼高聲唱著讚美神離開 是不是這樣 那有一個人來到耶穌面前 還憂憂愁愁的離開 這匪夷所思啊 所以今天你離開教會的時候 請你不要憂憂愁愁的好嗎 我不知道 我也無法體會他到底 讓他這麼掙扎 這麼憂愁他到底有多少錢 貧窮限制了我的想像 所以我看了一下危機百科 我看了Bill Gates的慈善基金會 大概有三百多億 如果數字不是很那個 那大概這就是一個大概的數字 三百多億美金啊 這是他慈善基金會的錢 然後他也陸陸續續捐出了 將近六十億的美金來做慈善 這樣錢夠多了吧 對吧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你這一輩子都不會有這麼多錢 如果有告訴我好不好 那看起來 Bill Gates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看新聞 他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都怎麼樣 開心啊 都很開心啊 沒有任何憂愁啊 或許我們會覺得說 那個開心是因為他花了這些錢嘛 他的確做了很多的公益啊 幫助了很多需要的人 還有呢 他自己也得到了很好的名聲嘛 還有呢 很重要的是他也可以節稅嘛 可是耶穌也是同樣的offer 給這個年輕人啊 耶穌就跟他說 把你的財產怎麼樣 變賣捐出來 幫助許多的窮人啊 基財寶在天上 耶穌會幫他在天上 成立一個 慈善基金會啊 他還能夠因為這個基金會 得到天上的美名 還有 天國裡的永生 還成為完全人 這麼好的投資 這麼大的報酬率 難道沒有比Bill Gates的還好嗎 有沒有 有對不對 所以那個 剛剛紅唱長老不是有給你們QR Code嗎 是不是 有給QR Code對不對 你知道怎麼做 對嗎 所以 照理講 耶穌給他這個不是更好嗎 他不是應該更開心嗎 可是他掙扎了耶 最後放棄了 最後他走了 走了 所以可見 這個年輕人 他雖然願意拿出他的時間 拿出他的心力 他來遵守律法 他沒有要貪戀別人的 但是他也不願意為主付出更多 特別是他不願意拿出他的錢財 來幫助窮人 這個少年人 對於錢財的愛 超過於他對神的愛 這是一個很可惜的事情 來到耶穌面前的這個年輕人 從很多方面來講 我們剛剛已經講了很多 他是一個人生的成功勝利主 有這麼上進 有這麼追求 也沒有太多的驕傲 比起其他人已經好多了 稀奇的是 耶穌不是這樣看的 耶穌沒有肯定他 耶穌不是稱讚他 耶穌反而要他拿出更多 進一步的奉獻出他的錢財 奉獻出他自己 所以耶穌對我們的要求 耶穌對人的要求 會不會太多啊 耶穌要求我們的 是不是還要再更好成長 還要再更成長呢 是的 答案是的 是的 我們的神就是這樣 我們的神對我們的要求 就是這樣 因為神希望我們的生命 越來越豐盛 因為主耶穌已經說了 他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 並且得更豐盛的生命 所以耶穌不是要我們得生命 就好了 耶穌是要我們得更豐盛的生命 to the four 得到最豐盛的生命 所以永遠不會有止境 好還要再更好 沒有最好 只有更好 這個少年人已經遵守了十戒的六戒 耶穌呼召他成為完全人 耶穌是跟他說 對不起 還有四戒呢 對嗎 剛剛不是唸了十戒的後六戒嗎 耶穌是要跟他說 還有四戒呢 十戒還有四戒呢 我們來唸這個出埃及記 前面四戒是什麼 第二戒到十一戒比較長 那還是請大家同聲來唸 請 我是耶穌華你的神 曾將你從埃及地圍徒之家的地出來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別的神 不得為自己雕刻偶像 也不可做什麼形象 不可 不可為敗那些象 也不可侍奉他 因為我耶穌華你的神是祭賢的神 恨我的 我必追討他的罪 自負及子 直到三次代 愛我守我見義的 我必向他們發此代 直到現在 不可謂稱耶穌華以神的名 因為謂稱耶穌華名的 耶穌華必不以他為無罪 紀念安息日首為聖日 六日要勞奴做你一切的功 但第七日 是向耶穌華女神當首的安息日 這一日你和你的兒女 福悲 牲畜 並你城裡寄居的客旅 無論何功都不可做 因為六日之內 耶穌華造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 第七日便安息 所以耶穌華賜福與安息 並為聖日 好 這十誡的前面的四條誡命的意思 就是說 神是創造天地萬有 獨一的真神 萬有都是本於他 所以萬有也要歸於他 神的兒女既是神所造的 當然是屬於神 出埃及記的時候 神拯救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脫離了法老的奴役 從此以後他們不再是法老的奴隸 但是他們成為了神的仆人 神的仆人當然要全心全意 侍奉神 神的仆人的一切 當然把一切要歸給神 這些都是理所當然的 對嗎 保羅不是這樣說嗎 我們如此侍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因此耶穌對少年財主說 你願意成為完全人嗎 你能夠完全地守住十戒嗎 你要怎麼表示你是神的仆人呢 請你把你的一切都還給神 為神所用 然後呢你自己要來跟隨我 跟隨主耶穌 那是的是的就是這樣 當我們成為基督徒的時候 我們都是希望我們的生命會成長 會長大 甚至有一天會成熟 成為一個 作為一個討神喜悅的基督徒 但是到底要怎麼做呢 真的 在這段經錄裡面真的告訴我們 不是靠著上更多的課 做更多的事情 遵行更多的律法 甚至完全更多的事工 傳更多的福音 培養各種奇怪的恩賜 這些都是我們曾經做過的 這段聖經是告訴我們 請你抓住實界的重點 要抓住實界的重點就是什麼 所有的都是神的 全心全意 專心一意的侍奉神 才是最重要的 我們要從心裡願意把 從神所得來的 分給需要的人 其實我們所有的 我們身上所有的 不是只有金錢嗎 對嗎 我們身上所有的不只是金錢 是神的 得獲財的能力是神給我們的 我們的恩賜 我們的信心 我們的愛心 我們的時間 我們的時間是不是神給我們的 如果神不給我們時間 今天早上你可能起不來了吧 我可能起不來了 可能醒不來了嘛 是不是 我們的智慧 這些都是從神而來的 神給我們這些 我們應該還給神 應該還給神 拿來凡物公用 分給有需要的人 積財寶在天上 最後還要跟隨耶穌 把自己的主權交給他 這就是完全的舍己 這個才是這段聖經裡面 耶穌告訴我們生命成長的途徑 也就是他必兴旺 我必衰微的 這句話的意思 讓基督的生命在我們裡面 越來越多 而我們自己 我們的老我 我們的自己 我們的自我 越來越小 那就表示 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生命是在成長進步中 往著 向著 完全的地步 邁進了 好 我要再說 這個就是困難的所在 有問題的地方 因為主耶穌講的話 的要求跟世人追求 所謂追求卓越成功的概念 方法正好 相反 對嗎 主耶穌的答案 主耶穌給出來的答案 出乎了這個少年人的意料之外 所以其實這個少年財主 他招架不住 他不知所措 即便他有很深厚的信仰的根基 家學淵源 即便他對摩西的五金滾掛爛手 他不能認同耶穌當下講的話 他不明白 他不接受 他不認同 所以他不能做出正確的選擇 了解我的意思嗎 他不明白耶穌在講什麼 他不認同耶穌在講什麼 因為耶穌叫他做的 跟他所一直以來在做的相反 所以他沒有辦法做出正確的選擇 如果他都不行 我們呢 我們行嗎 我們也跟他一樣 或者是說我們 我們現在的基督徒 就是現場的我們 我們本來就活在一個追求外在的成就 自我實現的這個世界當中 那教會當然也受世俗的影響 教會也在追求更大更多更轟動 教會也努力地抓住這個時代的潮流 別人怎麼做我們也要怎麼做 別人做的我們也不能少做 而且還要推陳出新 最好每年都要有新的花樣 那這個就是我們所接受的 我們所認為的服飾 我們所認為的成功 我們所認為的忠心 但是很可惜的或很遺憾的 我們必須這樣說 這樣的做法跟耶穌的想法是背道而馳的 這樣的理念跟耶穌的心意也是格格不入的 以前我們不知道就算了 但是今天這段聖經這樣告訴我們 我相信 我相信如果我們用心去了解 我們應該有受到衝擊 帶來心裡的不安 衝擊跟不安是一回事 可是最重要的是 就像這個少年的才主一樣 他必須做出選擇 而我們當我們聽了這樣子的神的話 我們也必須做出選擇 如果我們不能立志願意跟隨主做完全人 我們只能選擇悠悠愁愁愁地離開了 如果我們不能在當下選擇要效法主耶穌 或者是順服他告訴我們的 我們可能也只能像這個少年的才主 悠悠愁愁愁愁地離開了 什麼才是主所要的更好更完全呢 我們到底要怎麼選擇呢 最後我們來分享今天的第三點 好 那我怎樣才能跟隨主嗎 跟隨主 我如果願意做一個完全人 我要怎樣才能跟隨主呢 我們一起來念第二十二節 第二十二節 有嗎 沒有 那我念給你們聽 第二十二節就是 那個少年人聽見耶穌的話 就悠悠愁愁地走了 因為他的產業很多 產業很多 親愛的弟兄姐妹 生命 不管是肉體的生命 或是屬靈的生命 生命只能不斷地成長 而且不盡則退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那另外一半 我們要怎麼樣繼續成功呢 或者說讓他更好呢 這段經文當中的這個少年財主呢 他那一輩子 只有那個機會可以見到耶穌 對嗎 那個少年財主 那個少年財主 那輩子 只有那個機會可以見到耶穌 他只有那個機會 可以向耶穌請教問題 問耶穌一個他心裡的問題 聽見耶穌親自回答他的話 而且接受耶穌的呼召 就那一次的機會 如果他就接受了耶穌的呼召 我相信他會成為一個很優秀的使徒 說不定不會比保羅差嘛 應該不會啦 對吧 因為保羅還要自己支帳篷嘛 然後這個少年的財主沒有資金 經濟壓力嘛 但是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他並沒有把握住 他失去了 他失去了 是他選擇離開 是他自己選擇的離開 他很憂愁地走了 這是他的選擇 不是主耶穌拒絕了他 是他放棄了主的道 少年的財主 這個產業很多 他的錢財 他的最有優勢的東西 成了他進入永生的困難跟懶阻 他最寶貝的事情 成了他跟隨耶穌的包袱跟障礙 他捨不得他的錢財 我是在說你 我也是在說我啦 我也捨不得很多 他也捨不得自己的前途跟人生 我可能也捨不得我自己覺得很厲害 很寶貴的東西 甚至是自己的前途跟人生 所以他就做不到積財寶在天上 這個最美好的事情 他不願意跟耶穌做他的門徒 各位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要再強調 許多的財寶 美好的人生 這些都是神的賞賜 對嗎 錢財 年輕的生命 你的能力 這些都是從神來的 都是好的 他們本來都是很好的神的祝福 但是常常就是這些還不錯的東西 使我們失焦了 使我們分心了 以至於無法接受主的道 以至於我們無法專心的跟隨那個焦點 就是主耶穌 其實我們再仔細來看一下 耶穌對這個少年財主的呼召是 21節 我們來念21節好不好 請 耶穌說 你若願意做完全人 可去賤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 就必有財寶在天上 你還要來跟從我 耶穌是這樣說的 你若願意 耶穌說你願意嗎 耶穌就是希望他聽到他說 我願意 所以耶穌對他的呼召是 要他有一個願意的心 願意去變賣所有的分給窮人 願意來跟隨主 那什麼才叫願意啊 願意難道不用採取行動嗎 我們還要再來看一下創世紀的十七章一到三節 到底什麼是願意呢 我們再來念一下這三節 請 亞伯蘭年九十九歲的時候 耶穌向他顯現 對他說 我是全能的神 你當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我就與你畢業 使你的後應齊齊齁多 亞伯蘭 第三節他說 亞伯蘭 就是亞伯拉罕 聽到神的呼召就 俯伏在地 俯伏在地 所以當亞伯蘭 聽到神叫他做一個完全人的時候 他就俯伏在地 他表示願意順服 他不是憂憂愁愁的就走了 對嗎 這跟上帝呼召摩西的時候一樣 上帝說不要跑啊 鞋子脫掉 所以你就跑不動對不對 所以什麼是願意 就是俯伏在地 亞伯蘭用這樣子的一個態度 表示他回應上帝的呼召 要在上帝面前做一個完全人 那其實在這個呼召 亞伯蘭表達說我願意之後呢 還經歷了很多事情 經歷了以撒的出生 而且經歷了以撒出生以後 上帝不是立刻奪取他所有的 還讓以撒長大 上帝才十多年之後 上帝才要求他把以撒獻上為祭 所以神要亞伯拉罕做完全人的 是要他有一個願意的心 要有一個願意的心 所以我們要怎麼跟隨主呢 就是你要有一個願意的心 你要有一個願意的心 你要有一個願意的心嗎 你願意有一個願意的心嗎 伏伏在地不要跑好不好 不要跑 願意把我們一切的 包括我們的神獻給 把我們自己獻給神 為神所用造神而行 造神而行 所以我們來看看 這件事情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從亞伯拉罕的這個見證裡面 我們知道上帝 其實要的就是一個願意的心 所以他沒有立刻 很多事情沒有立刻發生 亞伯拉罕沒有被立刻剝奪所有 沒有 反而亞伯拉罕先得到一個兒子 這是一個神蹟嘛 一百歲生了一個兒子 亞伯拉罕先經歷了一個神蹟 而且他把以撒撫養成為一個少年人 然後上帝才要求他獻上以撒 上帝這個時候才跟他說 來給我 對吧 來給我 一切給我 那我們也都知道結果嘛 上帝真的要了嗎 結果上帝沒有 不但沒有奪去以撒的生命 是怎麼樣 上帝反而自己預備了一隻 山羊代替以撒 使亞伯拉罕的順服得到完全 所以上帝還是要亞伯拉罕有一個什麼 願意的心 我有把那個時間講清楚嗎 上帝呼召亞伯拉罕說 把你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亞伯拉罕說我願意 好 所以上帝就讓亞伯拉罕生了一個兒子一百歲 過了十多年之後 上帝說來 那現在把這個兒子給我 亞伯拉罕又說我願意 然後上帝就把他兒子殺了 對嗎 沒有 上帝還是自己預備了一隻 一隻山羊代替以撒 所以是什麼呢 但是亞伯拉罕的順服就因為這樣 得到完全 也就是說亞伯拉罕是靠著神成為完全的人 對嗎 亞伯拉罕是因著神的預備 他成為 他做到了一個完全順服的人 這樣清楚嗎 是亞伯拉罕終於成為了一個完全的人 但是他是靠著神 是神替他的預備 神替他做的 他成為一個完全的人 而且神的意思還不是只有這樣 神的美意永遠會超過我們所求所想 神不但在那個當下 在當年預備了一隻山羊代替以撒 所以以撒沒有死 神更在亞伯拉罕安息以後 在亞伯拉罕死了以後 神還繼續在世世代代 持守他應許的約 持守著神的信實 我們都知道以撒就生了亞伯跟以撒 然後亞伯就生了十二個兒子 十二個兒子 後來在埃及就變成了十二個支派 所以亞伯拉罕死了 亞伯拉罕的事情做完了 可是上帝繼續做 繼續做 世世代代賜給亞伯拉罕 多如海沙不可勝數的後遺 那這件事情沒有到此 這還不是最後的結局 神要亞伯拉罕獻兒子 這件事情最終最大的奧秘 以及上帝最美的旨意就是 在亞伯拉罕死了以後兩千多年 神就賜下他的獨生愛子 耶穌基督成為真正的代罪羔羊 徹底代替以撒成為我們世人的救贖 所以耶穌基督被稱為神的羔羊 對嗎 神的羔羊 所以神預備了羔羊 不是兩千多年前山上那一支 而是什麼 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 所以當亞伯拉罕獻上以撒而成為完全人的時候 其實神已經定義 神的旨意已經決定了 要獻上自己獨生的兒子耶穌基督 來完成亞伯拉罕獻以撒的意義 使亞伯拉罕成為信心之父 做一個完全的人 也就是說對亞伯拉罕來講 對人來講 亞伯拉罕就一次獻上以撒 而且他沒有真的獻上了 對吧 他就變成完全人了 可是神呢 在世世代代無數次的一個賞賜 最後還獻上自己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 亞伯拉罕做的是完全的事情 神所做的是善 所以我們做不到 對嗎 所以善只屬於神 完全人是我們可以立志去做的 所以我們還有一個經文 我們來唸 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 我們同聲來唸 請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 叫一切信他的 不是滅亡 反而得永生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我們還需要猶豫什麼呢 我們還需要考慮什麼呢 掙扎什麼呢 這個少年人 他擁有年輕的生命 但是年輕的生命不能給他帶來未來的盼望 所以他來找耶穌嘛 這個少年人他遵守了律法跟賤命 但是律法跟賤命不能保送他進入永生 對嗎 所以他來找耶穌嘛 這個少年人看為寶貴的金錢財產 也不能幫助他的生命更加的豐盛跟成長 所以他來找耶穌 可惜的是當耶穌給他答案的時候 他所擁有的一切美好事物 攔阻了他跟隨耶穌 所以他悠悠醜醜的走了 離開了賜生命的主 親愛的弟兄姊妹 在我們人生的道路上 不是只有魔鬼撒旦會攔阻我們 親近神追求神 有的時候我們看為好的事物 我們的成就我們的成功 也會成為我們的絆腳石 所以今天我們要不要趁這個機會 立定心智專心跟隨主 願意把一切獻給神 從這段聖經我們很確定的知道 主所求於我們的不是我們所沒有的 而是我們所擁有的 主耶穌不會要你給出你沒有的 主耶穌是要我們給出我們所有的 最後我們用保羅的一段話來一起共勉 念完這段話我們就結束今天的聚會 菲利比書3章12到15節 請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到了已經完全了 我乃是絕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到基督耶穌 所以得到我們的 弟兄們 我不是一個人自己已經得到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記背後 努力面前的向著雕竿之王 要和神在基督耶穌里 從上面到我來的 我們中間凡事完全人 總要存這樣的心落在什麼事上 存別樣的心 神 好我們一起來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我們向你獻上感心 謝謝 謝謝你告訴我們 應許我們 你來了是要叫我們得生命 而且得豐盛的生命 謝謝你在今天告訴我們 我們怎麼樣才可以得到更豐盛的生命 主啊 求你賜給我們願意的心 主啊 我們願意在你的面前說 我們願意 我們願意立志做一個完全人 求你的聖靈感動我們 求你的聖靈保守我們 求你的聖靈激動我們 謝謝你聽我們禱告 賜福我們分散的腳步 感謝主 我們這樣禱告祈求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阿們 好 現在請大家去外面拿康乃欣 還有吃午餐 願神赐福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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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